Hey baby cars 今天的影片要來分享 我也是被敲完超久的 MAX Studio Fix的超遮瑕無瑕粉底液的review 新的實測 這瓶粉底液其實我大概在四五年前就已經有用過了 那個時候還不像現在有這麼多持久控油 高脂霞力類型的粉底液 就是一個對油肌非常不友善的時期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非常珍惜的在愛用這一罐 覺得它的遮瑕力好 又控油又持妝 那個時候真的是幾乎都只用這一罐而已 但是這瓶舊的配方它會讓我製粉刺 所以我用完一罐之後就沒有再繼續回購用下去了 然後一直到最近應該是去年 MAX的公關就跟我說他們的Studio Fix有改配方了 就是又寄一罐給我讓我試試看 那個公關就寄了N18這個色號給我試用 我也就試了一陣子就覺得 嗯這個配方沒有問題的確是不會再讓我製粉刺了 但是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每個人的皮膚對不同配方的反應 使用起來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我也不敢給你保證 那目前我用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N18這個色號其實對我來說也是太深 一直到最近他們才終於要進了N12這個顏色 N12就對我來說蠻剛好的蠻OK的 那他們新增了N12這個比較適合白皮膚的色號之後 就是一系列總共有十個色號了 這款粉底液其實真的已經紅很久了 從我高中的時候剛開始看youtube的時候 就看過很多歐美的youtuber在愛用這一罐 一直到現在我真的覺得還是很好用 真的不管賣個出再多新的粉底液 我還是最喜歡他們家的這一款 它真的就是很適合油肌很霧面很控油很持久 遮瑕力又很棒的一款粉底液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油肌的話 我覺得你很有可能也已經試過這一罐了 如果你還沒試過的話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值得去靠櫃試試看 然後我今天也會順便分享 試用到這一盤MAC新出的3D挑光盤 這盤真的超美 Oh my god 如果你也是一個MAC girl的話 這盤是必收的 OK那我們就進入實際上臉 示範這款粉底液跟這個打亮的部分吧 我現在已經做完妝前保養了 那我今天要用的控油妝前打底是 MAC的超顯白防護式滴乳 用之前一樣要先搖一搖 在手上抹開 均勻的上來全臉 OK 那我接下來就要直接上 MAC的超持妝無瑕粉底液色號N12 搖一搖 在手上大範圍抹開 然後把手指上面剩餘的直接 勾在臉上 我這個人不喜歡上粉底液的時候 就是這樣點很多點 然後再用美妝蛋壓下去 因為你如果這樣點點點點點點 你美妝蛋一壓下去 它會整坨被吸掉 所以你這樣大範圍的把它抹開 你的遮瑕力才會上得均勻 一層就達到很高的遮瑕力了 額頭的光澤超漂亮的 妝感整個很服貼 這瓶它也沒有到Full Coverage 但是有一定的很高的遮瑕力 所以也不厚重 就很貼 妝感很漂亮 這個是疊一層的樣子 我剛才稍微等了一下 它現在變得比較半霧面的狀態了 比剛才還要霧很多 雖然相機拍起來還是有點 蠻光澤的 可是我本人就照鏡子看 其實是很霧面的 很像我有偷偷定妝過 就是很霧面的樣子 如果你是混合肌或是乾肌 用這瓶應該是直接可以不用定妝了 混合肌可能還是要定妝一下T字 油肌就還是請乖乖定妝對 那疊一層就已經達到足夠的遮瑕力 除了黑眼圈之外 我不需要再另外做什麼遮瑕 所以我不會再疊第二層了 那我現在要去上眼下遮瑕跟定妝之後再回來 那我剛才定妝完了 這個就是底妝完成之後的樣子 我只要上完眼下遮瑕 然後就定妝了 沒有back 沒有定妝噴霧 就這樣 雖然我是真的很想要噴定妝噴霧 但是要讓你們真實的看到這個粉底的實測 OK 就是很無瑕 Flawless OK 那我現在要先去把眼妝、眉毛什麼的 都完成之後再回來 用這盤打亮給你們看 超美 OK 我剛化完全妝 我剛離我的底妝完成到現在 又過了兩個小時 因為我化完全妝就是這麼的久 那過了兩個小時的狀態 就是只有鼻子微微的出油 其實鼻翼兩側還是滿清爽、乾爽的 就都還是很漂亮 然後也沒有很奇怪的肌線 額頭的妝感還是美的 沒有肌線 眼下也沒有奇怪的肌線 就是一切都很正常 那我們現在已經用這瓶粉底液打造出一個無瑕的底之後 就可以來用我們的3D調光盤做打亮 就是一個先整地再造山的概念 如果你的底妝不夠乾淨的話 真的不管你疊什麼上去都會看起來髒髒的不夠精緻 MAC這盤3D調光盤真的很厲害 我上次去參加MAC的活動的時候 就有第一手摸到了 然後也有幫起提示在臉上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的貼文的話應該有看到 這盤裡面有裸精、玫瑰精跟香檳精這三個顏色 最淺的這兩個顏色 我是可以在顴骨做打亮使用的 那最深的這個香檳精 我是沒有辦法用在顴骨的 會太深 如果你是健康膚色的話就可以 這個的話我只能當作可能眼影或者是 bronzer 就是有shimmer的那種bronzer 那我現在用MAC的159沾取 這支刷子叫做貓掌刷 超可愛的名字 因為它的大小真的就像貓掌一樣 小小的 很適合做打亮 超可愛 那我先沾中間的這個玫瑰精 大範圍的上在腮紅的上面 就是你的臉頰chick的地方 就是疊加在我的腮紅上面 超閃 沒有在開玩笑的閃 我再拉近一點 先做一個大範圍的打底 然後我們再沾這個最淺的裸金色 畫在顴骨的最高點 girl 超美 那最後呢 我要用這個最深的香檳精 用直大的普通粉刷沾取 我掉多餘的魚粉之後呢 大範圍的刷在我的這邊 我直接刷在我平常會像bronzer 骨頭粉的地方 這邊就是打亮過的樣子 是不是整個立體起來 顴骨變高 然後這邊 沒有東西 這邊 這就是我完妝之後的樣子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進入外出實測的部分 實測一樣是我昨天拍的 底妝用的東西就跟今天一樣 請大家安心服用 效果是一樣的 OK 接下來就進入實測的部分吧 現在是5點27分 我剛畫完全妝 其實我的底妝在 差不多2點的時候就已經畫完了 但是 因為我今天拖拖拉拉的 我跟朋友約滿晚的 所以就很悠閒的慢慢畫 然後邊滑手機 所以就畫了超久 那從畫完到現在 我的鼻子已經有出油了 鼻子這邊有點微微的出油 從2點到現在差不多過了3個小時吧 就是過了3個小時的狀態 額頭這邊有一點點油光 就沒有很誇張 額頭就是奶油肌 額頭蠻美的 也沒有肌線 眼下也都沒有肌線很好 就是鼻翼 一點點跟鼻子 油油的而已 目前妝感就都還是非常的美 現在是晚上7點45分 我準備要出門了 外面向有垃圾車的聲音 離我上妝到現在差不多5個多小時了吧 我是從就是底妝正式上完的時候 開始算來的時間 不是我完妝全妝之後的時間喔 所以差不多就是5個多小時 然後現在是一個奶油肌的狀態 有出油 對油肌來講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那我現在要用一張乾淨的面紙吸油 感謝垃圾車幫我增加背景音樂喔 吸油之後呢 妝感還是一樣很漂亮 沒有掉 你看那個完美的鼻翼 眼下也沒有很奇怪的肌線 額頭也很美 沒有肌線 沒有髮令紋極線 就一切都很正常很漂亮 就是都很正常沒有脫妝 OK那我現在就是準備要出門啦 現在10點51分 我現在在一間酒吧裡面 的門底還很完整 就是該出油的地方都有出油 鼻翼跟鼻翼兩側有出油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油肌正常發揮 謝謝 你覺得我的 你覺得我的臉現在怎麼樣 我被Cue了被Cue了被Cue了 我看一下 我上來看 這一個油肌來講 很OK阿 說謊沒有錢拿喔 對啊說謊有錢拿嗎 沒有沒有 我不會分你錢 我覺得很OK阿 真的 真的 他看超近的喔 對啊 沒有脫妝阿 只有就是T字出油 好那我現在來吸油 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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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真的跟新的一樣 真的跟新的一樣 現在是凌晨2點25分 我剛到家 我超累 而且我剛剛差點忘記 我還要再拍最後一次的update 差點就直接去卸妝 要睡覺了 現在離上妝也已經12個小時了 一樣就是臉非常的油 可是妝感還是很漂亮 沒有什麼奇怪的極限 你看額頭 額頭還是超漂亮的 就是鼻子鼻翼有出油 可是妝感還是很美耶 整個直接變韓妞 光澤肌 那我現在要用一張乾淨的面紙吸油 吸完油之後整個還是很漂亮 妝都還在 除了鼻子這邊微微的 有一點脫落 就除了這邊 其他真的都還在 我真的超熱 眼睛快長不開了 我要去把影型眼鏡了 就甜就甜 好啦實測的部分就到這邊 我真的要去洗洗睡了 Oh my god 類似 明天還要補拍intro 那這個就是我對這款 MAC超直妝無瑕粉底液的實測 我真的也是不知道說什麼了 我也沒辦法跟你說 它真的很好用 你看它持久怎麼講不出來 因為我真的就是一直 愛用很久 用很多年了 我演不出來 沒有辦法演出那個很驚訝的感覺 它真的就是這麼好用 這款粉底液是我這個大油田認證合格的 如果你懷疑我是不是真的中東大油田的話 建議你可以回去看我上一個實測影片 非常的可怕好不好 你就可以知道這款粉底液有多好了 而且這個新的配方也不會讓我長奇怪的東西 長粉絲之類的 你如果很久以前有用過這款 覺得它也會讓你長粉絲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再給它一次機會 而且它沒有多進了N12這個更適合白皮膚的色 我真的覺得各個油肌混合肌們 可以去康貴試試看 嗯哼 然後也別忘了這個3D調光盤 這盤真的很厲害 超美粉質很細 不顯毛孔對我來說 而且其中兩個色號都夠錢 讓我可以上臉 都是很美那種偏粉的打亮 這種偏粉的打亮都很適合白皮膚 對 非常的喜歡這一盤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就這樣啦 掰